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陈坤 今天要教大家怎样解决用AXO录制时遇到黑屏或白屏的问题 有些人下载的版本没有Small Seeking这个功能 是因为Small Seeking只在64bit的设备上操作 如果是32bit的设备是默认没有的 但是Small Seeking功能只在iOS系统上正常运作 如果关掉Small Seeking会遇到片码不正常的问题 如果你的系统是iOS但是设备是32bit 那你会很可能遇到黑白屏的问题 接下来我来教大家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先录制一段黑白屏的视频来做示范 接下来我们先播放这有问题的视频 正如你所见在AXO播放是有问题的 那我将这个有问题的视频用一个叫Icon V的转换器来打开 拉一下点那个视频 convert然后转换器视频格式 默认AXO上录制的格式是MP4 要转换成MV的格式 转换好了会显示在convert里 然后播放 那你可以看到转换成MV格式之后就可以正常播放了 把这个视频储存去相簿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也不能正常的播放 我们将转换好了的视频储存去相簿 可以看到正常的视频是有图案的 也可以正常播放 你们可以找任何一种转换器 Icon V和VCVT是有限使用的 Icon V如果没有升级的话 大概每两个小时只能转换一次 感谢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给个赞 订阅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以及查看我掐在你右手边上的视频 谢谢 下次再见